第九屆中国烹饪世界大赛 一连三天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举行 云集世界各地的中厨一较高下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超过70支队伍 大约200名中厨来到温哥华 PNE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出战第九屆中国烹饪世界大赛 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 团体赛要求参赛队伍在两小时内完成六道菜 其中一份热荤 大会指定要烹调两只加拿大龙虾 来自香港代表中华厨艺学院参赛的队伍表示 会煮一些具有香港特色的粤菜 我们都用回我们香港一个特色的避风堂的元素 去做一个龙虾 因为这个是很香港独特的一个元素 通常很多游客来到香港 都会指定会叫的一个菜式来的 另一个就会是一个海胆制的蒸水蛋 我们就这么多准备过来 希望可以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有当行政主厨20年的本地参赛者表示 希望在比赛观摩世界各地高手的厨艺 虽然我已经不在做 目前不做餐饮 但是不代表以后不做 所以想去挑战自己 然后参加比赛因为有世界各地的大厨 所以我要去见识一下 然后会让我更有灵感 保证我下家店开的时候 那不就有很多的idea吗 不拿奖 不走出这个门 四年一度被誉为中餐届的奥运会 1992年首届在中国上海举办后 分别在新加坡 北京及东京等地举行 今年第九届来到温哥华 主办方希望透过举办比赛 让中餐发扬光大 本次比赛评委根据每道菜的味道 外观摆盘和创意评分 最高分的团队和个人 会获授予国际中餐名除称号